当前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给各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为了尽快走出危机 不少国家选择与研发新冠疫苗的国家进行合作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加拿大此前决定与中国企业康希诺生物合作研发新冠疫苗 用意很明显 就是想要优先获得中国研发的新冠疫苗 让加拿大尽快走出疫情危机 现在各国对新冠疫苗研究进行的如火如荼 我国自新冠出现之后 也在业已即日的研制疫苗 如今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关键时期 并已取得新冠疫苗专利 然而在这个特殊时刻 加拿大却突然变卦了 8月26号传出一个消息 加拿大绰尔反尔已经叫停与中国新冠疫苗合作 此前康希诺在5月已同意 将研发中的疫苗运往加拿大 与家方合作进行疫苗测试 但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对外表示 由于康希诺未能通过中国海关 无法将药物如期送达 加拿大终止了与康希诺的疫苗合作 并称要寻找其他合作伙伴 言外这一事 终止合作的责任不在于加拿大 而在于中国企业 不过此消息一出 加拿大外交部长又出来紧急灭火 加拿大外交部长商鹏飞表示 虽然这次叫停与中国疫苗的项目合作 但不排除以后在新冠疫情 及其他健康问题上展开合作 并表示叫停疫苗合作 与中加两国紧张关系无关 不过加拿大外长的反应反而给外界一种 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印象 据悉 8月15号 中加两国外长举行会谈 重点讨论了两国在抗击新冠疫情中的合作 同时提及了孟晚舟事件 与两名加拿大公民在华从事间谍活动 被依法逮捕的事件 结果一天之后 加拿大就宣布叫停与中国新冠疫苗合作 就连加拿大外长也迅速跳出来澄清 其中究竟存在什么联系 想必加拿大是心知肚明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的疫苗研制速度在国际排名都是数一数二的 这让不少深受疫情毒害的国家 赶来递送橄榄枝 期盼可以与中国合作早些获得疫苗 其中就包括菲律宾和盟国等国 在这个节骨眼上 加拿大却叫停了与中方的合作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这都是在自断后路 即便加拿大称 还要寻找其他的合作伙伴 进行疫苗的合作研制 但少了中国这样一个有实力的大国帮助 相信求疫苗之路不会好走